欢迎来到有问必答的环节 如果大家有任何投资问题 快点打来204656和我们谈一下 身边坐了要财政血研究部经理 Jason在这里为大家解答家庭观众问题 Jason早晨 司徒早晨 看到不少公司公布了业绩 之前那一节就和我们谈过六幅 今天一节就想和大家谈一谈 究竟中国燃气340业绩造成是怎样 我们先看全年业绩是怎样 全年顺利有25.7600万港元 按年升了4.6 营业额有260亿 按年升接近4.5 每股股息有9.86港元 Jason看到这份业绩也算是不错 坦白说见这么多业绩以来 这些噴井式增长的公司 真的没有什么 真的没有什么 除了之前的科网股 浩岛股有这些噴井式增长 这个真的算是少见的 如果你说单体的利润增长 四成多来说 对于一间叫做 那么有规模 或者说是一间那么大基数的公司来说 都算是相当难得 你看回其实中国演技 又不是说只是今时今日 才出得那么好的 其实如果你说看回 为什么去过去那一年 股价都是不断地跑赢大市 其实都是反映着 它的业绩 其实在过去那两年来说 一直都有一个相当之好的表现 和都是相当之快速的增长 如果你说看回 今次那个业务来说 无利率方面是跌了一点点的 因为说国内方面 在上年的下半年 就调高了那个天然气门站价格 其实昨天在梅浙家股的时候 都和大家略略分析过 这个门站价 代表着是一些燃气分销商的 采购成本来的 如果你说这个门站价是提升 但是说中燃气或者其他分销商 不能够即时透过加价去转价成半 其实就会令到那个 Profit Margin方面会有个压力 所以你看到今次 讲中燃气方面都是的 你说营业额就升四成半 但是无利方面就只是升四成 所以换言之无利率方面 是有些下跌 但是如果你说看回 那个整体的纯利 怎样都可以说升那么多呢 最主要都是因为 讲讲那个量方面 都是有个相当之大幅度的提升 你看到在去年来说 就是全年来说 它新增的管道燃气项目 都有52个那么多 本身它在国内 都有24个省市自治区 都是有些有专营权的燃气项目的 还有你说这个数字就不是 这几年都维持这个水平的 它都是经过不断的收购 令到自己的滲透率可以进一步 扩大到更加多的一些 三四线城市 还有就说随着现在 就是内地方面那个国家 燃气管道都是越铺越多了 有部份都能够是 就是涵接到去 集团本身的 那个城市燃气管道的话呢 当你说一接得到一搏到气 那自然它就可以 增加那个受气量 还有都可以转一步 扩大那个市占率 所以这些因素就正正令到 为什么集团过去这两三年 一直都能够 维持一个这么高速的增长 昨天你也跟我们提过 推介过新天六色能源的这种股份 它都有做这些类似的业务 昨天你又帮我们分析过 新天六色能源面对着一个 可能不够气的问题 中国燃气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它有那么够气呢 其实不够气这个问题 就所有燃气商都面对着 你说去年来说就好了一点的 最差的时间 我都记得好像11年12年那时候的冬天 你说去年为什么可以有一个改善呢 一来就说门站气价是提升了 令到中石油、中石化这些上游开彩商 更加有个异欲去进口一些天然气进来 所以变成就令到供应方面可以稳定 当然你说去到现时这一刻 单靠内地自己的生产 都绝对是不足以 满足了整个国家的消费量 所以都有很大部分 要是由中亚方面 或者可能可能俄罗斯方面 来到进口天然气 变成如果你说以前来说 进口天然气的成本是贵得不得了 但是你在内地卖的价又不能够调清 就变成令到中石油、中石化这些公司 就不断在进口业务上都是输钱的 但是所以说去年 开始将气价理讯 来到中石油在这方面 不用再亏大钱 变成都可以进一步增加气源的供应量 所以到最后虽然你说中燃气 或者其他燃气分销商 可能在无利率方面是有压力 但是至少在气源供应方面 会是足够和稳定 不会突然之间去到 可能11月、12月 当一个叫做用气高峰期的时候 就突然之间不够气 所以我相信这一个的调价 整体或者长远来说 对于这些燃气分销商来计 都是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不单止中国燃气要亏气 见到它的股价也真的很亏气 暂时升超过3% 去到14.32元 不如我们看看其他燃气股 走势有没有那么凌厉 新澳能源暂时都要逆市下跌了3% 做56.2元 昆仑能源算是龙头 暂时升了4仙 做12.74元 刚才提过中国燃气暂时升超过3% 而华润燃气升接近1% 做23.9元 港华燃气微升了2仙 做8.9元 Jason 见到似乎只有中国燃气爆上去 其他燃气股似乎跟不上 这么说 中国燃气股价逃走势就很美 今天又破顶了 未来是否其他燃气股都有机会追落后 我觉得整个燃气这个板块以一个中长线的角度来说 还有一个增长空间 其实你说说股价之前都可以再说多一点点 就是因为在过去来计算 这些燃气商主要的收入的增长动力 都是来自民用的家庭 又或者可能有些工商业 走楼餐厅等等那些用户 但是你说未来一个很大的方向 怎样可以令到他们继续有个增长呢 就是说在那个压缩天然气 或者我们所谓是LNG 液化天然气方面的应用的 这一部分就不是说输去给一些居民 不是说给一些工商业的用户 反而就说在现在的政策方面 是鼓励一个所谓油改气的项目 代表着在内地那些车辆方面 都是说着怎样可以将由以前用燃油 去到作为一个推动力 到未来可以慢慢用多一点天然气 作为一个燃料呢 这个是相当重要的 所以你看到384本身 都在过去那几年里面 就起了大约一千座的燃气加气站 未来来继续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增长空间 所以如果你问到 这个板块 未来还有没有前景 或者其他那些燃气股 会不会都有个追落后的空间呢 那我就要看了 究竟那些的燃气公司 一来就说 本身在那个收购项目上面 是做得够不够进取呢 二来就说他们的燃气管道方面的铺设 那个进度是怎样呢 三来都要看了刚刚所说的 一些压缩天然气 LNG等等这个项目呢 究竟他们算不算是一个很主打的 即是来近一个增长的项目 如果你说都是的时候呢 那我相信那些的燃气股 包括好像华润燃气 又或者好像新澳能源这些呢 其实我都觉得有个很大的潜力 可以继续有破顶的空间 似乎燃气股 Jason 非常熟 亦都好看好他们来中长线的前景 好 这个时间我们看一看电邮的家庭 观众问些什么问题 毅先生就发了一个电邮给我们的 他就说想问以下四只股票 第一只就是这个978的招商局置地 他说他就是1.13买入 现在这个时间应该加转 一划止舍 看到暂时招商局置地978这个股价 逆市跌了1% 还在9.8买入不少价 这只股份其实在今年以来的股价 都没有运行 虽然你说他之前也有很多憧憬 就是说会不会 可以获得去母公司方面的一些注资 注入一些地产项目 但是到现在来说 见到在物业的发展方面 都不是说真的太过理想 今年他出的那些所谓合同的销售数据 都是一般的 可能这个都是关于整个内地房地产 不争气 所以如果你说这个时刻 我就觉得内房股 都还是不是一个见底的时机 何况你说这只股份 规模不是说大 还有整体发展的 暂时的空间也都不算说很多 我相信股价就未必说那么容易 在短期之内 可以突破上面大概50天线 和20天线这些位置 即是说上面大概过一左右 都会有一个相当大的阻力 你说这一下再要跌下去 就有机会要试 五月初大概八毫半 八毫六这些低位 所以现时这一刻 我就觉得你拿着也好 但你都要衡量风险 还有心理准备 就是说未来这只股份 就算但可能过一左右 都是有很大的阻力 到时候你就可以考虑 是不是可以沽这部分的货 九七八 鸣先生可以考虑一下 如果赚到过一的话 真是输少当夜才沽出 会比较好 另外问第二只股份 走势也是一样 就是这个1698博士华 博士华在三月份已开始停牌 主要涉及一些账目上的问题 他又想问他在八毫二买入前景 其实都很难说 我暂时停牌都没什么可以做 其实这一只股份来说 就真的相当之差 你说停牌都是好一段时间 说之前你持有了 现在你问我可以怎么做 我也不知道可以怎么做 因为基本上这盘数仍然是粒粒乱 而且内部一些问题 都可能仍然受到有关当局 政监会一边在调查 所以你说他业绩都出不了 都是一直停牌 我都觉得 翻身暂时来说的机会真的不大 你说过去的 印象中我都记得他什么时候停牌 是一二年三月份的事 所以如果你说最近这两年 都是未有机会復牌 暂时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復牌 所以如果你现在问有什么可以做 我都真的不知道 希望他接下来復牌的时候 真的有些好消息出来 或者他们的管理层 真的能够可以把整盘数解释得清清楚楚 完全可以厘清市场的担心 到时候股价就可能会有机会做好些 否则我都担心他一旦復牌之后 都更可能会出现下一轮的急舍 明白 好,你看到鸣先生还有另外两个股份想问 他又想问两个股份 分别就是1339人保 和3333恒大地产 他问这两个股份现价可不可以买入 我觉得保险股来说 要买我都不选一只人保 因为有数你看 他在上市之后 一直出来的业绩和营运数据 都是跑输给其他的保险股 所以如果你看过股价 其实也是长期落后给国寿 给泰部那些 从上市最高升到上去 接近五元之后 一直一直跌下来 之前甚至乎是连三元都是跌穿了 这一阵之前曾经是弹高一点 去接近三个二 但是似乎阻力都仍然是比较大 所以如果你问我 这些价位我都觉得要选择的 都不是说选择这一只 现在3333这个恒大地产又怎么样 见到恒大地产股价走势 其实都算挺厉害的 其他好像华人置地那样 又创52周低位 他都反而有点声势 这个恒大地产 反而会不会他有可能 继续排名其他内放股 恒大今年来说 他的表现不差 因为一来的主要原因 在去年方面 同期的基数是很低 他有很多楼盘 真的去到今年才落成今年才入仗 所以就见到他可能 今年的业绩相对就会出好一点 还有看他之前出的 头五月份的合约销售数据方面 都有个不错的表现 在增长方面 都高过其他比较大的内房股 所以变相如果你看到股价 今年他就应该可以跑赢了一点 好 这一节 多谢Jason 我们解答家庭观众问题 和分析了中国燃气的前景 刚才提过这么多股份 Jason 你有没有持有的? 没有持有的 好 这一节时间到这里 稍后会和大家继续聊天 千万不要走开 拜拜 拜拜 点赛 准备 车 车 车 感谢观看